没有漠视,您就放肆,要看见神,必须花功夫等待,时间在这里是一个主要的元素,我们必须在神的脚前进后多时,神才会把它自己显示在我们心里,一个波动的湖面,是映不出什么东西来的。 所以,如果我们要看见神,我们必须先安息在神面前,把我们生活中的风波平静下来,看见神是最有能力,最能影响我们生活的事,看见神常会叫人类的生活得到极大的转变。 雅各在雅伯渡口看见了神,就成了以色列,基点看见了神,懦夫变成勇士,多玛看见了主,疑惑变成了忠实,开雷看见了神,舍弃了邪将的生活到印度去,李文斯东看见了神,舍弃了一切跟随主,经历非洲的丛林,多少人都是因为看见了神,所以今天在地级宣传福音,使人归向基督, 想要看见神,就需要我们保持灵里面的安静,灵力全然安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,其实神一直在和我们讲话,什么时候世界的声音,在灵力消灭或低沉了,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神的声音,我们听不见,是因为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喧闹,急躁和愁闷的缘故。